次卫型CAT-CAN需要具有快速及简便的特征的输入与修改 首先我们输入一个45度导角特征 它的导角尺度是2 我们现在按一个产生导角 它就在第一环的地方产生一个导角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提供一个T形环的输入 我们在环2的部分 我们输入了T形环 那数量呢我们现在输入2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弓箭图面呢 看它的槽底直径有多少 那我们现在假设它是38 按输入就自动在那个直边的这个环呢 产生两个T形环 那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圆勾环的一个特征的一个输入 那它除了可以在一个平的直端环输入之外 还可以在一个T形的部分输入 那目前呢我们在环11 那我们现在在那个锥形的一个杆上面输入三个圆勾 那目前环是11环 圆勾是我们输入三 那勾的间距呢 我们改一下 我们改15 那它呢它可以选择你的勾的中心位于环的表面 你也可以自己输入它的直径跟位置 我们可以用预览的功能呢 去看它环的位置正不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 你再按输入 它就会自动产生了 那假设我们现在弓箭已经大致完成了 我们再用3D预览的功能去观看它的一个外形